小孟帮到忙 欢迎光临 小孟寿司达人又回来了 最近有没有馋寿司呢 今天小孟寿司达人就要为你做 全世界最好吃最新鲜的寿司 那为什么新鲜好吃呢 就是我们自己调马上做成寿司 好吧 我们一起出发吧 走嘞 那我们就要去那个小岛上去钓 这后面就有一个桥 很方便 咱们跳一跳就过去了 你看水很清的 水清 也有鱼 那我们先就赶紧把鱼耳挂上 我的天哪 我觉得钓鱼这个挂耳真太难了 我的天 我的天算了吧 要不然算了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小孟寿司达人低调开始 加油啊 我们加油啊 要不然小孟寿司电就黄了 加油啊 我们加油啊 加油啊 被吃了一半 刚才怕他跑了没敢说话 哎呦 我的爹的 太吓人了 这个 来了来了来了 有了有了有了 这把鞋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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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 我的爹的 好大呀 你看看 这是个黄鱼吧 哇 耶 生鱼片一号 食材准备好了 很多人都说钓鱼钓的是心情 但我也想要钓鱼啊 登登 一个小旁 谢谢看 也行哈 这是海红 他们说那边比较好 让我过去钓 哎嘿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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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钓最大的 小心点啊 就在这吧 哎呀 这个地方感觉水很深啊 哎呀 完美 真 完美 但是能钓上来才是完美啊 好 算了 我要用Plan B 改变计划了 刚才那些人啊 他们说把鱼给我们 让我做寿司 反正新鲜都没变 还是新鲜的嘛 那我们就用他们的吧 下面我们展示今天的成果就是 这一批小鱼 这条小鱼 哎呀 扎手了 看 但是因为我们你看 还没有我手掌大 我觉得太小了 我们把它放生 然后我们去要那个大的 好吧 好 邀请 Josh 大鱼 大鱼 大的 先放在我的宽里 这种鱼 谢谢这个鱼 谢谢 谢谢 下面小猫手词店 看一下 新鲜的鱼 他那个眼睛也是亮的 皮也是亮 发光的 对不对 我感受到深深的压力 他们在期待要吃 这怎么办呢 好 看 怎么样 好嘞 看一下 看到了没 好 片一片 看后面就大海 我们就在大海面前做这个世界上最新鲜 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寿司 现在我们开始捏这个饭团 小饭团配一个小肉 还不错 坏了坏了 这个怎么 完成了 小梦寿司达人做的 世界上最新鲜最好吃的寿司完成了 我们先尝一个鱼叫枯鸡麵 你看它肉是透明的 对吧 我们来蘸一酱油吧 蘸一点烂鸡吧 好 开吃 你还不错呀 这一个怎么也得非常高级的店才能吃到吧 又是那样紧实紧实的 太好吃了我们再吃一个吧 然后我再分给它够了够了 我们再吃一个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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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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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哎呦 这也太快乐 太快乐 太给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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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吃 好吃 谢谢 好吃 好吃 可以呀 谢谢 好吃 对 谢谢 猫 好吃 谢谢 谢谢 本来我没钓到鱼嘛 但是就碰到三个真的不认识的人 然后把鱼给着我 我们做了世界上最好吃的宋司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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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今天的寿司真的很好吃 而且呢 我钓鱼其实我没有发挥权力 我就是玩一玩那样钓 下次我给你们钓一个 这么大的鱼 好不好 拉哥说好了啊 下次期待我的小猫寿司达人再来 那我们就回去了 拜拜了 再见 哎 走了走了走了 北海道的下面就是青森 我放在海里面 我放在海里面 我放在海里面